萬錦市議會昨晚召開會議 討論大教堂區的發展事宜 有接近200人出席 當中部分居民不滿該計劃 已經籌劃10年 但仍然有很多配套 未達到預期進度 昨晚的會議 有大約160多名萬錦市市民出席 當中大部分都是住在 大教堂區附近的居民 其中有發言的市民表明 不滿地產商在該區不停興建住宅 而忽略其他配套 這個大教堂的發展已經有10年了 但很多事情答應的事情是做不到 所以令到很多市民出來反對 再興建多些的四層或六層的建築物 但其實這樣是否能解決這件事 當然不是 假如你想想 如果你住在那裡阻礙 過去的九年他們已經覺得很不開心 如果現在再不繼續去做他們想要的事 他們以後的生活一路都是這樣受苦的 有批評認為市府監管不力 放縱地產商沒有定出時間表施工拖延進度 而這個市政府是沒有執行到幫市民解決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有交通的問題 學校不夠 以及沒有泊車位 有市議員承諾會加強監管地產商的施工進度 在大教堂周圍的美化方面 交通的問題 以及泊車的問題 希望發展商能夠給予一個時間表 今次就不要說我們會盡快去做 大教堂區Caffedral Town 位於404號公路以東 Major McKenzie和Algermuse之間的地區 其中一座已經停用的東正教堂 正是該地區的地標 近年來這一區已經發展成為房屋住宅區 而且有擴展的跡象 歷史葚 拉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